这是陕西省梅县 齐镇的关亭葱 这是第二年的猕猴桃树 第二年挂果的 然后萌芽前期使用了一遍巧克力 一亩地的话使用量是一袋 然后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叶片绿 这个花苞比较整齐 树式比较正常 因为它这个叶片什么 因为它第二年挂果的 今年的挂了这么多 这个都是输过雷的 你像花苞整齐的话是不是这样呢 这一个果子 这一个这是这几个果子 一二三三个 三到四个是不是 对一般是三到四个 这个输过雷的 这是输过雷的 已经经过雷电输雷 你看这样都比较齐 对 前期没输雷的话 这上面好多密密麻麻的 输雷的话已经 这个我的理解是不是 花苞齐了或者牙齐了 它那个省工一次性就能输过去 是不是 对 还有就是它捡这个壮大的 就留下来就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它毕竟把这些残刺的 一些密密麻麻 这些小的就要摘掉 摘除掉 你看这一块 我感觉 迷入头黄化一般情况下比较严重是不是 对因为这个这个幼树 我们这边的土地是碱性土壤 前期的时候当年第一 去年挂果的时候 有很多这个小树就发生这种 黄 缺塑性的这种黄化 你看看现在我这整片园子 因为去年 没有黄化这 对对对 今年这个萌芽状态来说 它这个黄化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所以感觉到 那下一次还试巧克力这一块吗 试绝对试 因为这个我看这种状况 我还试几次 好的